李小冉刚在隔壁剧《三体》下线 就在《我们的日子》中以吐离吐气的妇女形象亮相 本剧中李小冉素颜出镜看着有些沧桑 可以符合上世纪80年代的人物定位 相比而言 李乃文作为本剧另一位主演 开播后遭受更多质疑 首先从形象上 李小冉虽然素颜出镜 但男演眉眼间的精致漂亮 李乃文的外形有些普通 和李小冉演夫妻有点鲜花插牛粪的意思 还有李乃文饰演的王宪平 人物设定有些讨人厌 刻板守规矩 直男不懂情趣 大男子主义等 很多和妻子相处时的戏都让观众恼火 在王宪平身上 有那个年代大多数男人的通病 大男子主义 不能接受老婆比自己更强 在刘淑霞担任厂财务科代理科长 比自己职位还高后 恼羞成怒的样子真可怕 知道自己做错事惹老婆生气 想和好又拉不下面子道歉的样子 让观众又好气又好笑 还有一个情节鲜明体现王宪平的直男思想 姥姥留章字条 带名中看病的戏 王宪平生气到一口一个你妈 你妈想干啥呀 还嫌家里不够乱呀 我跟你说你妈呀 你妈真太有主意了 这可把书霞委屈坏了 认为这么多年 丈夫从没拿自己妈当亲妈 越想越生气 最后愤而离去 这时候王宪平却懵了 不明白书霞怎么又生气了 自己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 这种不懂女性想法的直男思维 在二人的相处中还制造很多小矛盾 比如王宪平听见妻子说 喝咖啡必须配格子布时 脱口而出的 格调就是得有格子呀 眼神仿佛在说 你没事吧 一点也不能理解和欣赏妻子的爱好 还有书霞是一个爱好文艺的女青年 和王宪平吵架吵不过就喜欢背诗 面对吵着架就换路数的妻子 王宪平每次都感觉画风转变太突然 只能无语离开 不懂情趣的直男对上矫情小娇妻 脑洞不相符的两人 常常以王宪平落袍解决 还有那生无可恋的一张脸 始终贯穿全剧 成为李乃文专属表情报 也有很多观众吐槽李乃文 演技一板一眼 有很明显的表演痕迹 不过本剧的定位是一部清喜剧 李乃文的这些生活化的细节处理 并不影响情感表达 作为一部剧情略显平淡的剧 正是因为李乃文戏剧化的处理 才更凸显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妻 在相处中的矛盾和情感 同时放大争吵点 让该剧更有看点 看李乃文和女儿相处的戏份 可以感到很大不同 在女儿身边时抛具一切技巧 从内而外流露的父爱之情 让画面温馨和谐 最喜欢的一幕戏 雪花和爸爸一起商量 怎么偷姥姥柜子里的零食 还能不被发见时的窃窃私语 我们偷吃姥姥的东西 好吗 那姥姥把哥哥带到这屋 锁门 不让我们看到算不算偷吃啊 到最后 事情败露面对姥姥质问 谁拿了零食时 也俩默契的眼神 这种带着孩子一起 做些错事的经历 是多少人的童年在线 是多少人和爸爸相处时的 美好记忆 当看到这一幕时 真的能感受到 王宪萍对雪花的宠爱 还有 发现儿子生病后 感觉晴天霹雳 可是在全家都被打击倒下时 身为男人再痛苦 也要坚强地隐忍 面对儿子难过地问自己 我是有病吗 王宪萍满眼心疼 没有多余动作 紧锁的眉毛 微红的眼睛 都说明痛在儿生 疼在爹心 虽然李乃文的长相不帅 在看多了 型男靓女的时代 这张脸有些朴实的过分 不过个人演技在线 对于人物的理解深刻 演起戏也不怕被骂 放得开 在这部剧中的表现 可圈可点 如今电视剧播出几乎过半 剧中的王宪萍 也人到中年 年龄的违和感更少了 随着剧中人物 下一代的成长 故事更加有趣和鲜活 一 二 三 小黄瓜